哈囉大家好我是諾斯 最近MLB的秀24終於在3月19號正式發售 熱愛棒球的台灣玩家 肯定有許多人已經開始全新投入大聯盟的比賽之中 但也相信有許多人正在觀望 畢竟有些玩家還只是學生資金有限 剛好最近諾斯我擁闖了五大運動賽事之中 安球 足球 綜合勾動 摔角以及棒球 每個遊戲各有各的虛偽性 也是讓我玩得不一樂乎 所以諾斯這邊的話想為各位玩家來做一個綜合的評測 那這裡的話會先從性價比 豐富程度 難易度 以及區位性 這幾個部分來做個評比 那請注意這些評價的話全部都是我個人主觀想法 那可以討論但是請保持理性 對此次影片有興趣的觀眾們 請記得一定要幫我點下個喜歡 也可以多幫我分享這次影片 那最近因為創造了多元的內容 觸及真的被砍了非常多 那也希望各位可以高抬貴手啦 那首先以性價比的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簡單的分成從2K跟EA這兩大運動遊戲裡面的公司來做個區分 2K遊戲的話只要逢年過節 比方說聖誕節過新年 那比方說全明星週之類的重大活動呢 那通常價格都會迎來斷牙式的下降 NBA 2K24 原價的話是1990元 那最近因為春季特賣打了25折 只需要522元 那UFC5的話原價2149元 那最近因為春季特賣而打了6折 那只需要1289元 那F-C24原價2149元 那最近打了兩折只需要429元 那WW24以及MLB24的話 就最近因為遊戲剛出所以並沒有任何特價 那光是以價格來排名的話 那麼就是 FC24、NBA 2K24、UFC5、MLB的SHOW24 以及WWE 2K24 但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EA有個非常佛心的EA PLAY 那可以免費試玩這個遊戲10個小時 那因此呢 MC24以及我們UFC5是可以免費玩 而NBA 2K24以及MLB的SHOW24 目前都有加入到微軟的Game Pass 那只要338元一個月 你就可以遊玩到以上兩款遊戲 那只有最尊貴的WWE 2K24 只能靠原價來玩 那這個部分 我們就以生涯模式來作為我們的標準 我認為NBA 2K24是最豐富的一款遊戲 聖涯涵蓋了整個籃球之身 這是其餘的運動遊戲所無法比擬的 其他所有遊戲除了遊玩比賽之外 全部都是在一個僅能做簡約互動的休息室之中 那在擁有劇情的加持之下 NBA 2K24的聖涯絕對是最豐富的 但這裡要特別提一下FC24 因為它所擁有的是整個FIFA的版權 可操作球員超過19000位真實球員 那這裡有700個球隊以及30個聯賽 也有所有運動遊戲裡面最恐怖的陣容 相對於只用了美國NBA版權的NBA 2K24 那只能說是碾壓器的存在 那購買球員卡的My Team模式的話 那則是有FC24、NBA 2K24以及MLB The Show24 而NBA 2K24、MLB The Show24以及WW24的話 都有一個類似故事劇情的模式 NBA 2K24有曼巴時刻 MLB The Show24有黑人聯盟 而WLB 24的話有摔角狂熱的經典回顧 那以豐富程度而言的話 我的排名的話 會是NBA 2K24 那最終還是排名的第一名 因為雖然FC24的話擁有非常多版權 但總得來說那還是在場上踢球 山羊墨設體驗來說的話 NBA 2K24還是第一名 那接著的話是MLB The Show24、WW24以及UFC5 那以容易上手的程度而言的話 我這邊會先把UFC5 以及WW2K24這兩個擺在前面 因為相對而言這兩個只需要清楚知道 什麼時候該使用什麼樣的攻擊 那取勝條件相對簡單 但我認為UFC5對於招式實際的掌握 該如何閃避以及反擊呢 這會遠比WW2K24難上不少 那剩餘的三款遊戲 我個人認為難度的話是各有千秋 那這裡的話我會將NBA 2K24排名在第三位 因為在今年攻強守備的遊戲風格加持之下 攻擊變得不再那麼困難 那麼在戰術下的好情況之下 逃出空檔或是單打得分 以及最重要的將跳投暗率 那這些只要能夠處理好的話 我個人覺得NBA 2K24並不是一個非常難上手的遊戲 那MLB The Show24以及FC24這兩款遊戲的話 我會將後者排名在第一名 那MLB The Show24最重要的就是打擊時候的選球跟時機 以及在防守端需要嚴防失誤以及倒壘 那在難度而言的話其實算偏高的 但我跟各位講 FC24的難度的話就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數百種不一樣的畫素風格 那每次的等分都要隨機應變 才有可能逃過對方門將的實質觀 那團隊配合的異位上 絕對是比NBA 2K24還要難上不少 那如果真的能進球的話 我相信那個成就感絕對是相當不錯的 也因此在難易度的排名上的話 是WW2K24 UFC5 NBA 2K24 MLB The Show24 以及FC二世 那最後的趣味性的話 我個人覺得是一個很難有標準去評判的方式 所以這裡的話就以我自己下最常偷偷玩的遊戲來說吧 NBA 2K24那絕對還是首選 在今年ProPlay的技術加持之下 球員們的動畫做的還是非常歡悅 以及具有可玩性的 並且這次的生涯模式秉除掉真實性這點的話 玩起來還是非常爽的 那構成能力 載智能力 健身房 然後投籃記憶館等等等等的 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增加你的能力 原來場上可以人檔殺人 佛檔殺佛 而且這一代的買NBA模式 可以讓你從80年代 90年代 00年代到10年代 分別體驗各種不同時代的籃球風貌 並且透過交易讓球隊一步步的成為頂級強權 這也是我認為NBA 2K24依舊是最有趣遊戲的主要原因 而其餘的話 秉除掉流浪問題 那我最常玩的肯定是FC24 那因為中國熱愛足球嘛 那擁有中文化的情況之下 在B站等等的中文社區 那它還是個相當熱門的遊戲 那並且我認為FC24的中文解說 那絕對是所有運動遊戲裡面 那可謂是最用心 最令人生利其境的 結果如果你們有看我FC24的生涯模式的話 你們一定會發現 這款遊戲是我唯一一個開啟解創的遊戲 因為我認為這對我遊戲性來說是一個事實的補充 那MLB的球24是我第一次體驗該遊戲的作品 所以我這裡給他評價的話肯定還是高了一點 那畢竟新鮮感來說還是挺不錯的 不過因為生涯模式幾乎是沒有任何劇情的 再加上只有讓你在關鍵時刻上場 所以這節奏感的話是絕對非常緊湊的 只要能夠敲出拳雷打 那個成就感是非常直觀並且爽快的 但可惜呢就是沒有中文化 要不然我玩的時長化應該會更長一點 那WWE 2K24這整體驅躍性當然也算非常不錯 但老實說這幾年除了畫面之外 幾乎是沒有任何顯著的進步的 並且在沒有任何中文化的情況之下 讓台灣的玩家是非常難以去融入劇情當中的 那只能靠Google翻譯來了解 那這也是讓WWE 2K系列 在台灣並沒有任何起司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但今年呢可以看到Rustlemania歷代的高光比賽 那可以看到Roman Reign來打我們Browlesser 然後Sephrone用Money in the Band 獲得的那個攻勢報呢 直接check in現場打爆他們兩個 那最後做收魚翁得利的那種比賽 我個人覺得還是相當有趣的 UFC5我對它感情呢 那確實是有點複雜的 那有中文化 打擊感覺也非常爽 但是跟WWE 2K24是一樣的問題 除外畫面之外其實是沒有任何進步的部分 並且UFC5的性質我個人認為更加偏向於像是 生死格鬥、拳皇這類遊戲 單純為了格鬥跟在線上比賽打擊分排名 那如果你喜歡這類遊戲的話 那它絕對是一款佳作 但由於你也只能進行格鬥 那無論在豐富度跟趣味度而言的話 它都只能遺憾排名在最後一位 那也因此我的排名的話就會是 NBA 2K24、FC20、MBL比特修24、WWE 2K24 最後的話是我們的UFC5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從四大方面來分析 這五款不同類型的運動遊戲 那雖然NBA 2K24每一年的評價都是越來越低 但完全無法否認 它就是當代最好的運動類型遊戲 這儘管在營銷方面它們絕對是災難級別 把電腦玩家當作盤子的行為也是絕對不可取的 但今年生涯是我認為除了NBA 2K21之外 玩的最開心的一代 那儘管提升能力方面比較枯燥乏味一點 但如果有在關注我生涯模式系列的玩家 相信都能看得出來 進化成完全體的角色那是有多麼恐怖 而FC24是我近期最喜歡的一款遊戲 這也是我試玩十個小時之後 我認為這款遊戲是絕對值得購買的 它不低於NBA 2K的難度優秀的場邊解說以及大量版權 讓我想要放鬆的時候就會開啟一款FC24來縮解壓力 那MLB冷靴24在如果你預算不足的情況之下 可以在Xbox Series S平台上面的話用Game Pass來遊玩 那否則的話我就建議你過一段時間等打折之後再買 因為畢竟這款遊戲在剛出兩個禮拜 那部分的話你就多多來我頻道來看一下直播 或許可以過過乾硬也是你不錯的一個想法 但我得說我認為這款遊戲的好玩程度其實不亞於FC24 每次聽到那球棒敲擊的聲音 每次都會讓我爐內高潮一番 UFC5就像我剛剛所提到的 對於格鬥有濃烈的興趣的玩家是絕對可以購買的 當然如果你作為對一個UFC直接賽不熟悉的玩家 那這款遊戲的吸引力老實說不算足 那可以先用EA Play試玩過之後再做決定 那WWE 2K24老實說我不是特別推薦購買 首先作為一款唯一只能靠原價來購買的遊戲呢 那沒有中文化對於一個主打劇情的遊戲來說 那障礙絕對是非常巨大的 那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提到它中文化的消息 那或許我會願意把剩下模式給做完 好啦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影片的全部內容 也感謝各位的今天收看 那如果各位喜歡今天這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點下一個喜歡 並且按下訂閱按鈕隨時關注我們最新的影片動態 那我們這段話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Wiii Bye